主播监察院长陈菊上午出席监察院团拜 由于他曾经担任多年的高雄市长 这次新阁当中文化部长由高雄市副市长使者出任 也被传出就是陈菊推荐 但陈菊否认他强调担任政务官超过26年 与很多的优秀人才共识过 绝对没有推荐或参与内阁人士讨论 这当中的奋计拿捏他很清楚 来听看 我们监督国家公务人员 所以我们这种分级非常清楚 我们没有推荐或者是参与任何人士的讨论 不要受推荐 绝无此事 那苏院长能够带领台湾的社会 能够稳定进步 今天内阁总辞 新的陈院长 我们有很高的取喜也有祝福 但是要非常感谢苏贞昌院长 在台湾最艰困的时候 他能够跟台湾社会台湾人民一起努力 由于行政院长苏贞昌即将卸任 陈菊也特别提到过去四年 台湾面临全球性疫情 经济两岸关系都面临艰困时刻 苏葵带领台湾社会稳定进步 非常不容易 台湾人民肯定也感谢苏葵的付出与贡献 以上是目前掌握的情况 时间再还给彭内主播